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主腔 草鸡汤 猪四价 炒园子 锅贴饼 苏北小吃琳琅玛木眼花缭乱 油爆香 酱鸭头 吊烧鹅 醉螃蟹 土家做法 土家菜 苏北人情 苏北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播出 中国夜市全攻略江苏严城 好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在江苏省有一个听起来比较闲的城市 就是延城 古时候这里环城皆延城 因此得名延城 这延城坐落在江苏省的中北部 是江苏三座沿海城市之一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 或许是祖辈尝尽了与海共存的苦日子 现在的延城人海纳百川 安居乐业 延城的美食都来自于民间 可谓是包罗万象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 难以割舍的家乡情怀 这地道的苏北人情 苏北味 就跟随我们记者一起去体验吧 江苏延城 长江三角柱中心区 二十七城之一 狭长的海岸线拥抱着黄海 这片上天恩赐的沿海滩图湿地 每年全球有60%的野生丹顶鹤 飞来这里栖息越冬 此外 麋鹿已经繁衍到两千多头 成就了世界上唯一的延城麋鹿保护区 每个延城人心中 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美食 严城人贪恋的夜市 不是网红咖啡馆 文艺小酒吧 而是街头巷尾的路边摊 这个家店特别接地气 特别有我们延城的烟火气 我经常会跟朋友在这里来吃小吃 我一直从小吃到大 也吃了大概有二几年 我们延城的这个烧烤特色 主要就是烤猪肉 烤肉汁 烤五花肉 都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延城的美食包罗万象 街头一家不起眼的小摊 很可能一座就是十来年 巷子深处的油炸小店 一开就是二十几年 要开到几点钟 夜里连点钟 哇 那太辛苦了 王秀红和他的哥哥 经营的这家烧烤店 是无数严城人的深夜食堂 哥哥在室内做各种烧烤 王秀红则在店外做油炸小吃 我看有这个蘑菇 香肠 这个没见过啊 外面裹了一层面条 这是金丝之柳 这个是年糕 年糕我喜欢吃 还有这个豆腐干 炸的脆脆的 这狼花干 还有哪个是值得推荐的呢 这油炸大排延城很少的 基本上就我们一家有 鸡肉小串 各种蔬菜 往油锅里这么一放 嘟鼻的香味弥漫全街 王秀红说 他家的油炸小吃 之所以好吃 关键在于自己密制的 甜酱 辣酱和甜辣酱 外皮很脆 然后里面的年糕是软软的 外面蘸着这个甜辣酱 就有点吃那个 韩式辣年糕的感觉 里面是鸡柳的那种香 外面是加上面条的脆 好特别的一道小吃 留意子 在延城的鸡脚嘎啦里 层着许多美食 而这些都是经过时间 考验的美味 没有豪华的门面 套的都是口口相传 沉淀下来的忠实时特 你们家卖馄饨多少年了 四十年 你看到没有 老板为什么包馅包得这么快 是因为他用一根签子 然后把那个肉馅直接放到这个面皮上面 卷就成了一个馄饨 一分钟能包多少 九十个左右 九十个那也了不得 这个馄饨有什么特点 就那个虾米 剩下的那个虾皮 熬的汤 周文武的馄饨汤 毫不起眼的汤锅 竟然是鸳鸯锅 右边的锅煮馄饨 左边的就是他说的虾皮汤锅了 料包里面就是那个做虾米用的 剩下的壳子下去熬的汤 在延城这边比较实际 在外地基本上没有 但是这种汤其实嘴里比较鲜 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这个鲜肉的感觉 它的灵魂所在就是这一碗汤 好满足 深夜治愈系的一碗馄饨 吃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像神仙的那种感觉 飘飘欲鲜了 夜幕似合 延城的各个夜生活市集逐个点亮 夜生活新地标 便是延城新弄里最好的时尚代名词 新弄里街区夜市 位于延南高兴区 在广场的东南侧 汇聚大江南北各种小吃的美食集市 街头美食热气腾腾 要说这新弄里街区里 能够将延城小吃和美食一网打尽的 当属着山芋腔了 我觉得这样形容吧 十人来延城 六人选择山芋腔 体验四百人见四百位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种食物一种腔 山芋腔腔腔调十足 琳琅满目的小吃 让记者眼花缭乱 阴皆不小 延城的绿豆凉粉 丝丝分明 晶莹剔透 用凉粉刷这么一刷 浇上花生米 香菜 酱黄瓜和汤汁搅拌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夏季诱惑了 在我们这边你去看一下大街小巷 夏天的时候 亭子下面路边摊 好吃吧 能吃得惯吧 酱菜呢 它还有一点甜甜的 再加上非常清爽的凉粉 夏天吃起来太爽太爽了 这个炸臭豆腐的摊味上 为什么闻不到臭味呢 王烟说 延城的臭豆腐来自东台 厚度要比其他地方厚一倍 并且是酸甜口味的 我们这个臭豆腐可以做到什么呢 你平常不吃臭豆腐的人 都可以来吃我们的臭豆腐 其他地方吃的臭豆腐 都是那种辣的 我们这边有点酸酸甜甜的口味 非常的好吃 太过瘾了 尝一下我们地道的东台臭豆腐 我真没那么臭啊 但是刚才闻起来像你说的 酸酸的 这可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味道 是的 里面还有只外焦拧嫩 对吧 炎城地府平原 当地人洗食猪肉 猪头肉以及猪尾巴 猪耳朵 猪门腔这四个部位做出来的凉菜 口感筋道爽滑 口味各有不同 它的精华主要就在它的老卤当中 它的一桶卤 它是多二年都不变了一桶卤 一直每天这样把老卤的 再往上夹往上夹 猪耳朵 猪耳朵 应该吃起来是脆脆的 对对 因为我看见里面有筋 又脆又糯 嗯 有很浓的卤香味有没有 嗯 是 稍微黏黏的糯糯的 然后中间是 这一大锅正在贴的是苏北锅贴饼 熟面经过发酵以后迅速地把它贴在锅上 这可是地道的苏北农家吃法哟 你看它的外形就有点像我们的草鞋底 对像小鞋子一样 用土话说叫骨贴鞋 就是贴在锅上往下塌 你看它那个面它往下塌的 二十分钟后 锅贴就会长发成上薄下厚的鞋底的样子 你看这个面揪起来它挖得很好 嗯 好像有一点酒那样的味道 嗯 对 里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甜的 嗯 你看它面都是有孔的 再来一口这个底儿 我是特别喜欢吃这种焦香的感觉 对对对 嗯 黄黄的 正好长脆了 嗯 太香了这个 剑湖藕粉园子是盐城最著名的特色小吃 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以藕粉为原料 用白糖 枣泥拌匀 再以芝麻为馅儿 在开水中多次穿着而成 把这个园子放在藕粉上 用我们当地农村的一种筛子 大筛这样筛 筛了一圈 然后用放到水里面烫一下 烫完以后一圈 然后再放到藕粉上面 再这样筛 要塞好几遍 最后形成这个藕粉园子 你看它静音剔透的 在勺子里面晃晃悠悠的 颤颤的那种 对 藕粉打出来以后 它就是会透明色的 就完全像火灯一样 里面包着芝麻香 对 芝麻跟糖 这个小伙子用角灯 正在切的是富宁大糕 主要以糯米粉精致而成 高片白如雪 有着糯米的清甜和嚼劲 它一个整的大糕 可以这样一切切 切了以后整个已经包装 还可以进行油炸 炸成用筷子一夹 加上蝴蝶结 猛脆猛脆的那种 我们把它寓意为 叫步步高深 你看 很绵软 对 对 对 你听见它的时候 都能觉得它软软的 对 所以乾隆皇帝 预试过的叫玉带糕 糯米清香 甜甜的 糯糯的 它特别有嚼劲的 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是的 这些山芋干 是不是很多人 小时候的记忆呢 严成人在过去 一天三顿都会吃山芋 在没有山芋的季节 老百姓就会把 深的山芋晒成干 再用大麦煮成山芋干粥 这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浓浓的 红薯干的味道 你到我们家来吃饭 来做客 我家没有太多的东西 可招待你 我们虽然穷 但山芋干子做的粥 广宝 就说明我们苏百人 特别的豪爽 淳朴 也热情 也大方 对 代表这个意义 把蚕豆慢慢炒 不加油 这样一直炒酥炒黑 带点焦色 用开水一冲 加入八角 葱姜盐 大约25分钟煮透 捞出炼干 再用菜油 蒜头和盐一半 这道炒蚕豆 也是盐成特有的 还是比较硬的 因为它是干炒过的 硬硬的嚼起来 更有嚼劲 有没有点焦香味道 对 这个蚕豆就平常干的时候 它就当零食来吃 既可以当冷菜吃 早晚吃粥都很好吃 非常特别的一道小食 是是是 煮的汤圆你吃过 炒小园子你见过吗 这是盐成非常有记忆的 一道家乡菜 把糯米和成面之后再烫 搓成小园子 下油锅炒到金黄色 再配上黑白芝麻 白砂糖 就是给客人的一道尊贵美食了 小园子本身不甜 但是裹了白糖和芝麻以后 还带着这种焦香 回味无穷 满嘴都是香气 对 糯米的香味 苏北酱鸭头 用八角 小茴香 花椒 白蔻 葱姜 干辣椒 花雕酒 保持了酱的手法和计划之外 另外还加入了甜味 使得口味更加符合 盐成人的味道 我觉得要比麻辣鸭头的这种风味更浓 它这个酱料特别足 你看鸭头里面的这个肉都是很肥的 对 夏天的话拿着这个一盘鸭头 往户外一坐 那个啤酒一就 那那个日子太爽的感觉 我得可能后半夜去了 是的 严重的夜市上还能吃到什么特色美食呢 食客们给出了答案 苏北菜当然选的那个草鸡汤 还有那个山蚊团子 特色软刀 老鸡汤 平海豬头肉 都相当符合我们本地人的口味 草鸡是当地人散养在果林 吃果子 虫子 生长周期为一年的母鸡 吃果子然后上面的虫都可以 海棠果 对对对 当地人特别爱吃我们这样的草鸡 这些鸡特别厉害 你晚上过来看的时候 它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 白天你想抓也抓不到 如果需要鸡的时候 都是必须要晚上 好抓一点 草鸡汤的做法相当简单 但是却凝聚了很多技法 用水超过之后 再结合山泉水一起 放入鸡血 炖足三个小时 它鸡血它有自己本身的味道 人吃了鸡血之后 可以增强抵抗力 一定要炖足三个小时 完全地释放出鸡本身的营养 另外还让鸡肉不柴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苏北草鸡汤做好之后 起锅时加入少许盐 用花轿抬着送到食客面前 一旦由尊贵的客人起风 当然在喝汤之前 还会有一段快板注定 红韵当头 我吃的这只鸡是第36618只鸡 你看这个汤在碗里面 清清亮亮的 灯光照当时都会反光的 我能喝出来这个鸡汤 除了盐的味道以外 什么都没有加 有很多外地的食客 不远几百公里驾车过来 就会喝这一碗鸡汤 鸡肉没有说先放盐的时候 那么紧实 是那种松松的软软的 同样散养在芦苇道里的土鹅 是盐城人做吊烧鹅的不二之选 用大铁锅把鹅焯水 再在铁锅里加入菜籽油 和猪油一起炒 才能让鹅肉的香味迸发出来 之后的葱姜和香料 酱料 啤酒和高汤 是威制吊烧鹅的关键所在 因为动物的这些原材料 它必须有一定的猪油进去 来威制它 在吊烧鹅中加入鹅血 兰花干等配料 闻火慢炖一个小时 油汪汪的鹅油浸透着鹅肉 让人垂涎欲滴 吃这个烧老鹅吧 必须还真的蘸点这个油 对 蘸点油 感觉才好 就是你看起来油多 但是吃起来的时候真的 它一点都不腻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一定要尝一下这个 盐城当地的兰花干 吃起来有点像我们 就是用大油喂出来的那种 红烧豆泡的感觉 对对对 盐腹软豆是江苏的传统名菜 也是淮阳菜中最富盛名的一道菜肴 软豆就是善鱼 盐城人也叫长鱼 做盐腹软豆用的是笔杆长鱼 长鱼去骨 再把韭菜鱼在砂锅底部 迅速地浇入黑椒料汁 黑椒汁它主要是真香 去腥 我们把黑椒汁跟胡椒粉相结合 为这个长鱼丝来提味 也能去腥的作用 吃的时候再用酒精炉在底下加热 酒香的味道 韭菜味 长鱼色的鲜味 多味融合 停在加热过程中把酒香味 不停地往外蹭托给长鱼 有了扇鱼的味道了 对 这个韭菜它因为也是用油味过的 所以说不太像我们平常吃韭菜 有点辛辣的口感 对 完全美了 扇鱼配韭菜 平常在其他的地方很少吃到这种 完全是相得一张 严成的藕团子做法也与别处不同 一般的藕团子或者清蒸或者炖汤 严成的藕团子却用油炸 把莲藕切丁打碎成泥 挤出水分 加入鸡蛋 葱姜肉沫搅拌均匀 团成团子的形状 把米把它放在外面来 让它达到更加的脆感 让年轻人更加的喜爱 做到我们家乡的美食 裹上了大米的藕团子 经过油炸 外观颗粒分明 肉馅松软 肥而不腻 你看这一口下去 这种脆劲就上来了 因为它外面是炸过的这种脆米 香香脆脆的 而且那个特别有嚼劲 对 把藕加进去之后呢 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肥而不腻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肥美的罗氏香 从内侧开到高温油下锅爆香 再用自制的酱汁 酱料爆炒 既有脆感又有肉质 我们这个虾头里面有很多的籽 处理得相当干净 你看我把虾头全部吃掉了 很脆 这里面的肉 因为油爆的关系 全部的味道都进到里面了 不仅好锅 而且更容易入味 严惩的大纵糊 盛产虾蝎 个儿大红多 洗净后 配以严惩的陈皮酒 白酒 柠檬 八角 桂皮 香菜 香叶等一同炮制 花雕酒有些女士啊 小孩啊 她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坠蟹的 但是她就是 对于花雕酒的这种寸味啊 她无法接受 陈皮酒不一样 她是回甜 带一点点的酒味 然后加进去 跟这个蟹的结合 两到三个小时之后 肉质细嫩 味醇浓郁 醉气惹人的醉蟹 就香气四溢了 你真正吃到这个螃蟹的这些蟹黄 然后是醉的这种方式之后 你会发现 它有点就像那个流心 往下滴答滴答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没有滴下来 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味道 没有那么呛口 路口呢更加的就是醇厚一点 苏北人情苏北味 入夜 盐城的滨海线滑灯初上 滨海线因东连黄海而得名 滩土面积106平方公里 沿滩6000公顷 丰富的海洋资源也给当地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食材 滨海人爱灌香肠 用上等后腿肉切块以后拌上自制调料 在灌进小肠里晒干蒸熟甜中带香 当然滨海人还擅长烹饪小海鲜 晒干的淡菜小屋贼用清水冲泡清洗干净 白萝卜去皮焯水再用葱姜煸炒 这种小海鲜它活得不多 就要腌制晒干 然后再来烹饭 这样反而味道会更加鲜美 加入高汤调好味道 萝卜乌子会淡菜 简简单单轻轻爽爽 你看我这一勺下去 又有淡菜又有无嘴 还有一口汤 这简直是太过瘾了 对对这个汤很鲜美的 滨海人把清鱼称之为混子 锅里放自制鱼汤 清鱼加上料酒烧开十分钟后 放入泡好的花生米 咸菜汤汁烧浓 滨海混子味道鲜美 鱼肉好鲜嫩了 对对对 这这个配上我们自己家里面 腌的咸菜花生 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鲜美 醉依然是滨海人餐桌上的主角 醉尼螺醉小蟹 醉的方法相同 喷上白酒 再加入姜蒜等自制调料 泡六个小时以上 在我们这边也是很有名气的 这个尼螺好肥啊 对对对 看到没有 个头很大 很大 至于顶级了 不仅有咸味 还有辣味 咸香味 也带点点甜味 甜味 加了一点点糖 对对 带点点糖 小螃蟹很有意思 小小的放在手里就这么大 但是它卸钳 然后卸爪 一应俱全 拌下来 拌下来 直接吃就可以了 这边嚼里面有肉 这么小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线黄 有黄的 都有 都有的 到了滨海 怎能错过这土家烧制的菜饭锅吧 大米洗净 青菜 咸肉 切丁 葱姜边炒香 放入咸肉 青菜碎 再放入大米 用水煮熟或蒸熟 锅里放入菜油 再放入蒸熟的菜饭 煎脆 就成了又有菜又有饭的锅吧 还带点油汪汪的感觉 然后金灿灿的 特别好看 对对对 咸肉 青菜 味道更加的好 还有葱花之类的 葱花都有 像说味道更加好吃 哎呀脆脆的这个声音 一掰就下来了 对对 就这样吃 想起来小时候那种 锅里的锅挖一出来 然后掰上一块 边走边吃的那个感觉 滨海人吃山芋 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把干麻糬线菜 用清水泡透清洗干净 剁碎加入肉末 葱姜调好味 再把山芋切片蒸辣 和纯山芋粉揉成剂子 包入麻糬线馅 蒸熟 就是山芋团子 哇 这个外面的山芋啊 它很有嚼劲 对 你吃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这种非常浓厚的山野的气息 味道咸鲜味 皮比较会有那种弹性嘛 山芋做成的甜品也大受欢迎 冰糖山芋排在首位 山芋去皮洗净 放冰糖 蜂蜜 清水 少一个半小时 你看这个汤匙 哎呀 好粘稠 粘稠 全蜂蜜 可感特别的好 挺要不腻 哇 真的是 很甜 但是不腻 对 它吃起来 就像我们 岩城人民的生活一样 现在是满满的幸福 对 也像我们的 冰糖山芋一样 甜甜蜜蜜 如今满载着 烟火器的夜生活 每晚都在岩城 闪亮登场 心动里热闹繁华 海棠园 人头攒动 大型无人船光影秀 传说海棠 正精彩上演 无人船编队 打载灯光灵动出现 海棠仙子 装扮的舞蹈演员 天然起舞 共同打造了一场 一彩奔城的交响诗篇 岩城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 越夜越精彩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多少奔赴外地闯天下的岩城人 建设了大城市的精彩 品尝了各地的美味 却始终对家乡的美食 是魂牵梦绕 苏北人情 苏北味 食材来自乡野民间 做法非常的地道 原汁原味 每一道都饱含着乡土气息和家乡的情怀 现在 在岩城的城南夜经济带啊 也满载着烟火气息 像新弄里 还有海棠园 每晚啊 都在岩南高兴区 华严登场 这些地方的美食 可谓是叫人是欲罢不能 岩城这座城市 正在变得 越夜越精彩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遇到有趣的事情 愿意拿出来和我们分享 如果您了解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 合法权益 受到了侵害 欢迎您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消费主张 微信公众号 通过留言的方式 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 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的 朋友们 下回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记归 谢谢大家